这是位于锦德镇的一家私人陶瓷作坊 匠人们正在抓紧赶制一套 为今年疫情特别设计的陶瓷器具 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50多个国家举办了 坚韧艺术线上对话活动 7月6日 赵科文组织和凤凰卫视联合主办 坚韧艺术中国首场直播 在北京凤凰国际传媒中心举行 这也是坚韧艺术的全球首场线下对话 中国因率先走出疫情备受世界瞩目 而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品 也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中锦德镇的传统致瓷产业 迅速摆脱疫情 恢复生产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 如今锦德镇已经走出疫情阴霾 全面地复工复产 我们的栏目组也非常有幸地 记录这座古城战胜疫情 浴火重生的重要时刻 在庚子新年终生即将敲响的时候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1月25日 景德镇市首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确诊 景德镇发布疫情防控应急通告一号文件 关闭全市公共文化场所和景区 我们的收入也下降 利润也下降得比较大 我们初步估算来一下 可能下降了30%左右 所以这块的影响 是我们遭受了近年来 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樊家井 景德镇有名的 民间陶瓷斩销集散地 房古瓷的天下 因为老巷子十分狭窄 疫情前这里总是人来车往 拥挤不堪 我们自己实体店 那时候是没有一个人来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直播 当时还没有开起来 然后我们就在家里愁啊 也就是半年可能我们 这一十几年做下来的那种 就是我们的积累 因为我们压了这么多货嘛 如果出不去的话 我们可能都坚持不下去了 还好就是撑了两三个月 我们终于走出来了 景德镇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一共六例 二月中旬 景德镇市政府就发布了 推进企业和建设工程 复工复产的通知 由于门店几乎没有生意 今年五月份 冯涛开始尝试做线上销售 一天三场直播 两面开窗的 这边的话是一个 皇帝的一个法郎 画的花卉 直播市场竞争激烈 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 有时候冯涛会直播到凌晨一点 现在店铺的直播间 已经吸引了两千多粉丝 冯涛在樊家井的店铺 延伸到了海外的市场 但纽约布鲁克林的分店 到现在还没有开张 像他们政府定的是 可以开 但外面的疫情的话 就没有安全感 不敢开 你开了人家也不敢进去 对啊 现在外面路上很多人 但是我是不敢出去 那就晚一点开了 这个风险太大了 到时疫情这么严重 你东西没卖 不要给传商肺炎 那就惨了 景德镇的新都民营陶瓷园 是中国首座大规模陶瓷生产基地 其原料 成型 彩绘 包装 物流等多种液态淤体 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陶瓷商家 都会来此采购 产品销往国内外 二月底到三月份那个时候 我们这里就 好多人都在转店了 有的人就 就直接转店做不了了 还有很多 在国贸啊 在陶瓷城开店 他这种主要是真正游客的 生意都少了 像晚年的话 可能他正夜出发 就会来找我了 就会找我来拿货了 那到后面 到了 我一直没见到他 都会有 因为影响很大的 受疫情影响 工厂停工停产 门店客流受监 景德镇商家 迅速转战电商直播 如今各大直播平台 出现了上千家 景德镇陶瓷直播间 新都民营园的这家 做仿骨青花的店铺 就在为网上的订单 加紧生产 在这个这么小的杯子上 把整个炉发出来 我们也是发的心事的 反正打炉都打了几天 这个杯子一般是 霸道总宅喜欢的 因为它比较大气 这个是双龙龙凤的 这个也是网上的订单 然后包括我们那一盖 我现在做的基本上 都是网上订单 因为每天都要直播 它要就都比较新鲜的东西出现 就是每天都不是老东西出现 人家也不愿意 也就逛别的那个直播间 所以我们做生产的压力也大 基本上每天都要创新 然后还有那种绿色的 有白色的 有瓶子上面部分呢 陶瓷直播的爆发 快速催生了 景德镇线上供应商 分销商 服务商 主播带货等行当的发展 景德镇呢 其实这些年呢 一直重视这种线上平台的建设 这也是和景德镇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整个陶瓷生产的转型有关系 以前是十大国营瓷场 大批量的生产 这个普通的这个生活用词 那么现在是定制 个性化 附加很高的文化内涵 然后使一个小小的杯子 可能卖到几百 上千 甚至上万 而且是私人定制 这个私人定制的范围 是通过网上线上遍布全球 我们有一个数字 一到四月份 我们整个的快递量 也上涨了70%左右 所以说明了 我们整个的这种销售模式 得到了迅速的转型 也就是刚才 现在我们想到前不久 我们这个马云也到了景德镇 给我们景德镇 助力了景德镇 亲自直播带货 掀起了一波高潮 2020年5月8号 马云来到景德镇考察 在陶西川与当地年轻创业者对话 这个就年少西域 新牛和肖像 这个正在和马云对话的青年人 叫杨丽前 他在和马云介绍 他疫情期间创作的作品 健健康康 狗猫比较健壮 手门看家护院 是吧 这叫健健 然后小猫比较温柔 康康 我应该做的是 把这个产业性的东西 做出来实际性的东西 能够送到这个 援助的援助武汉的医疗队 能够送给他们 能够送到他们手里去是最好的 然后也是把健康送到家 4月8日 景德镇市46名原厄医护人员 凯旋归来 杨丽前将自己设计的健健康康 赠送给每位逆行而上的医护人员 假设说是我毕业还不超过五年 然后可以申请一个五千块钱免费给 就是给我们用于创业 所以说整个的好多福利 然后都在为我们提供便利 所以说我觉得来到了景德镇创业 真是如鱼得水 然后呢同时也感谢这些 这些这么好的条件 政府给我们创作了这么好的条件 所以说我来到这就想鼓足了劲 大概一场 我从一开始来就是一个人 然后到现在我有九个工人 给九个人提供了这个就业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成功的 并不说是我今年比去年 多赚了二十万或者是三十万 我觉得更让我开心的是 我今年比去年又多加了两个工人 陶西川的前身是国营宇宙磁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 由于市场体质等因素 包括宇宙磁场在内的景德镇十大磁场 相继关停 2012年 陶西川利用宇宙磁场工业遗存 开始发展文创产业 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 项目的核心是吸引年轻人创业 如今陶西川已经吸引了 超过八千位创客进驻 去年十一月 李克强总理还来到陶西川 考察鼓励年轻的创客们 陶西川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工业遗产为转型点 做文化创业产业 所以这次在疫情期间 实际上受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因为它是一个现代服务业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业态 就是年轻人的双创 因为年轻人的创业都是起点比较低 做法规模很小 这个市场的抗压能力也比较弱 所以这次疫情影响 对整个陶西川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郭丽云来自石家庄 2011年来到景德镇创业 他主要是做室内软量设计 李克强总理来陶西川的时候 小郭还有幸为总理介绍了自己的产品 创业近十年来 小郭的生意已经做得有声有色 去年每个月海外订单 都有四到五万的销售额 我们国外的订单的话 基本上属于新加坡 韩国 日本 这几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的一个特性 主要也是针对日韩料理来做的 所以说这几个国家就比较多一点 像今年的话 那我们国外的订单相对就少了很多 然后基本上是属于没有 和郭丽云一起吃饭的 是他在陶西川认识的好朋友 他们都是在异空间创业的景飘 身处异乡的他们 在疫情之前经常一起聚会 然后那天回去了就往那天有批量产的思想 我从创业的时候 我有五百盘比你们七点高点了 是 哎呦五百块钱呢 我当时在陶江乌宿那个地方 晃了四了 真正做东西也是进了陶西川以后 后来就知道他们陶西川 不是说免费在 就是说可以大学上可以来摆摊吗 就是他那个平台稍微比较高 比较规整一点 然后我就说那就申请的 然后我就申请 申请了以后来陶西川以后 当时我才自己做一点东西 做一些盘子 然后最开始是这个制野杯 最开始做制野杯发家的 为了安全起见 今年郭丽云和小伙伴们去的少了很多 最近大家都在赶做疫情期间 落下的陶瓷订单 疫情期间有一些家里有宝宝 所以也不太敢一起去玩了 疫情过去后的话 那肯定就可以 该出去郊游的时候 我们就去郊游了呀 该去哪玩玩的就去玩一下了 我们在考虑对商户 进行三个月以上的免责 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 把这个集市也恢复起来 同时我们加大了 对线上的一些帮扶 让这些年轻人尽可能地 在疫情期间受到最小的损失 如今的陶西川 已经渐渐从疫情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集市开市后 有超过一万六千人登记报名加入 这一人数超过网年刷新了记录 现在陶西川正在建设直播基地 大剧院 陶公寓等二期项目 向创客们提供更完备的创业保障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建于1989年 负责对景德镇的古词遥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景德镇的珠山地区 发现了明朝的关窑遗址 当时发掘出的古陶瓷片 就是在这里进行分类修复 库存还有一千万件古瓷片 等待着重建天日 为完成繁重的修复任务 疫情期间研究所 采取了特别的复工措施 考古界的技师 都是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 所以说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 把这些 比如说我们九江的一位同事 我们采取是单线对接 派专车到他家里去 把他接回来 然后我们的这些其他的较远的 没有采取专车接送的方式 也是采取了什么方式呢 按照疫情的标准 到了景德镇以后 我们让他观察14天 来正式上班 也是突破了这些难点 受疫情影响 现在考古研究所 需要田野发掘的项目 被耽搁了下来 一些需要全国专家 进行交流论证的会议 也受到影响 三月份我们搞了一个 对于药厂西微墙的 一个发现的专家论证会 就采取了远程视频的方式 现场的讲解 和最后的这种PPT的陈述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 通过这种方式 也能让我们更好地 把这个资料数字化 从元氏祖忽必烈 在珠山设浮粮瓷局后 景德镇成为了全国唯一的 皇家监造御用瓷机构 明洪武二年 朱元璋将浮粮瓷局 改建为御器厂 一直到1911年 玉瑶厂历经两朝27地 延续了542年 为朝廷烧造瓷器的历史 这里生产的陶瓷 代表了明清时期 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是我们的修复史之一 这页器物非常难得 它是15世纪中叶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正统到天顺 它接近 可能接近一层化时候的 一个秀墩 能够有上万片吧 几千上万片 这里几百片 从那边挑出几百片 来拼出这么一件 这个特别它很多很接近 这非常难 那这个就是一件 这个就代表性的 我们的3D打印的 这样一个填补材料 我们老所长讲的一句话 他们是用老一辈文博人 用自己的生命 保护下了这座育咬厂 当时他们是叫做 站在挖机下 要保护我们这些瓷片 可是现在的我们这些瓷片 反而成为了我们景德镇 最宝贵的财富了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在未来有两个计划 一是建立文物考古 与修复全方位的 信息记录数字化系统 二是要联合景德镇陶瓷大学 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 共同打造一个 国家级出土陶瓷器 修复与保护的重点实验室 这件大龙缸 就是育咬厂出土修复的文物 它现在位于景德镇 中国陶瓷博物馆内 这里是中国第一家 专题性陶瓷博物馆 收藏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和汉唐以来 景德镇千年至此历史长河中的 三万余件代表品种 包括国家珍贵文物 五百余件 为了保障参观的游客 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我们博物馆配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 实行了严格的消毒制度 并且实行网上预约 分段限流参观 同时在各大直播的平台 推出了云游博物馆的直播 鼓励大家云上观展 现在陶瓷博物馆内 正在进行一场现场直播 它有金丝铁线之说 缩的线条叫铁线 细的线条叫 这是幼桃林瓷 给咱们这个烽火鲜石同兵 列列了一座祠堂 在陶瓷博物馆的临时展厅 有着一个特别的展览 这里存放着七百多件 来自海外的外销池 这些琳琅满目的 外销池的收藏者 叫做董克勤 老董是地道的景德镇人 90年代开始 从事陶瓷对外贸易 他曾是景德镇 最大的陶瓷出口商 海外的疫情并没有结束 所以中国现在目前提出来 还要研发海外输入 我现在也没办法 本来是我三个月要回到澳洲 我现在也回不去了 航班都停了 在海外的陶瓷拍卖会上 董克勤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销池 外销池作为民谣池的重要组成 存量巨大 但由于中国国内却没有留存 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忽略 被这种神秘的结合中西文化的陶瓷所深深吸引 老董开始了外销池的收藏 实际在做这件事情当中 我付出了应该是常人一般付出不了的努力 我们这三年时间 我基本上每天工作17个小时 为什么是17个小时呢 欧洲的时差我们是5个小时 美国的时差是12个小时 我不仅要到海外去买 我还要在网上要去了解他什么时间买 什么时间展览 怎么浏览 然后有一些我直接在国内就举牌拍卖了 有一些我要亲自到厂去举牌 老董的外销池主要是来自海外拍卖会 受疫情影响 大部分国际陶瓷拍卖会都无限期推迟 没法出国的董克勤 只能参加一些线上举办的国际拍卖会 目前董克勤收藏的外销池 已经超过3000件 这件东西是在法国收来的 我们是有整套的 过去欧洲人用餐呢 它大部分是用凝器 就是把它的凝换成了池 因为池它的第一是环保 第二的话呢 就是它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像这两个造型的话呢 一看就是来自欧洲的图案 然后最近的任加工出口到海外的外销池 他们的制作工艺 尤其是他们的设计 他们的形态和上头的很多的文饰图样 是和我们国内的给皇家生产的官邀池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和我们民间使用的生活词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另外一个类型的东西 所以要完整地表达 呈现中国词器的体系的话 它就除了皇家专用的 玉要词 官要词和民间的生活词以外 应该还有这么一个外销词 早在唐代 中国就开始向海外销售陶瓷 随着大航海时代开始 以景德镇为代表的外销词 曾风靡欧美三百年 据不完全统计 明末到清中期 由欧美公司组织运输销售的 中国词器达到三亿件之多 成为中国制造最大宗的外销商品 2016年 董克勤首次将从欧美四十多个城市 收了数百件的外销词 拿回景德镇举办展览 当时景德镇媒体用的标题是 远嫁的公主回娘家了 他曾经国家文物局拿了一笔钱 给耿宝商 让他们去参加海外的拍卖 最后一件都没买回来 他说没想到你买了这么多回来 所以16年我们在景德镇回娘家展的时候 跟老亲自来景德镇 我们感到95岁来景德镇 来指导我们这个展览 我们当时感到非常欣慰 董克勤收藏的外销词 原本计划在今年9月份 参与国务院组织的 感知中国海外展览 但由于海外疫情形势尚不明朗 目前展览日程还没有最后确定 在疫情彻底过去后 老董希望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举办展览 让外销词重走丝绸之路 我们景德镇这么小小的一个城市 怎么是个与世界对话的城市 但是当这批外销词一回来以后 大家都恍然大悟 早在16世纪到19世纪时间 一座非常积极地与全世界主动进行对话的城市 就是景德镇 陶瓷的诞生需要经历72道工序 每一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 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普及 如今愿意坚守传统质子手艺的人越来越少 现在每道工序 都是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孙雁明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高温颜色又彩绘项目 非遗传成人 然而不同于他擅长的陶瓷领域 他最新的展览 却是一系列国画作品 到处都是紧张状态 但是那15年元解放军 他们就往那武汉那边冲锋陷阵 也确实很感染 感染了我 今年春节以来 孙雁明开始了战役主题的创作 至今一共绘制了26幅国画作品 记录特殊时期的感人瞬间 除了艺术创作之外 孙雁明还和其他景德镇艺术家 一起从马来西亚购买口罩 捐向一线的医疗机构 他们背的都有四到五个包 背都压弯了 他后面那个包来过 从那个头顶上的背到这下面 在他们背的包里 两个手还提着包 身上还跨着两个包 我看着很感染 我说被这么多包跑到那里去 但是我画我不能画到他们弯腰的 因为我画到我们挺直腰杆的 这就艺术跟生活的不一样 通过高温颜色诱 在陶瓷上进行绘画 是孙雁明的创作特色 2019年10月 孙雁明的《思路》系列陶瓷作品 跟随习近平主席远赴希腊 从90年代开始 孙雁明就开始创作 有关丝绸之路的作品 为了突破骆驼的描绘 2013年他还特意赶赴 内蒙古克斯克腾旗的骆驼节 进行裁缝 当时那个冰天雪地的那个情景 通过那个机理的摇变往下 它这样摇变往下流淌 形成那个机理效果 我不要去用笔去画 用笔画还达不到这个效果 没有这种自能和谐天能的效果 实际他用他的特种 特殊的语言去表达它 我很喜欢骆驼 感觉我自己也是骆驼 骆驼精神 它就是载荷比较重 吃苦耐劳 比如说那么慢慢地 尸都古道 骆驼身上背负着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的陶瓷 从那陆路来 也是通过骆驼背负过去的 通过骆驼的背负 使我们陶瓷走出去 使全世界 在世界上的了解陶瓷 知道陶瓷 这里是三宝国际陶瓷村 一个由老式农宅组成的陶瓷作坊远落 被当地人称作 世外陶原 陶瓷家李建深 是三宝国际陶瓷村的创办人 他毕业于美国纽约州陶瓷学院 先后在日本 美国 荷兰等国 举办过陶瓷作品展 5月9号 马云来到景德镇访问 三宝国际艺术村 也在马云的行程之内 但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原本计划20分钟的访问 延长为整整三个小时 我就跟马云说 我说我呢 没钱 只能这样做 有钱也做不出你这么好 说明他懂了价值 价值跟钱没关系的 所以他跟他说 五次 我们要请李老师 我们要请李老师 我觉得这可能是 一个对价值的认同 对不对 在三宝 马云还和李建深 共同完成了一幅瓷画作品 马云做的是天上的事 我做的是地上的事 那么天上的事就是 他面积很大 我地上做的事 我是我很落地 根砸得很牢 没有什么划重其种 我们的这种见面 我觉得大家彼此 还是觉得好像 似曾经见过 就有别人说 你们两个长得很像嘛 马云说 男人长得我们这个样子 也是很努力的嘛 是吧 其实我们确实也很努力 对不对 90年代 在访问美国过程中 李建深发现 在美国的每个城市 都有逃逸中心 有上千万的人 在从事逃逸行业 面对西方大量的需求 景德镇是中国唯一的入口 李建深成了第一个 把西方人带到景德镇来的人 2000年三宝开放以来 每一年都会有外国逃逸家 来到三宝创作交流 还有500多位外国艺术家 常驻三宝 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他们都被滞留在了海外 我想它最后也会跟 其他的病毒一样 被同化 被接受 我时不时还会出来一下 可能只能这 但绝对不会成为 隔当中国和世界的联盟 这个可能是很小的 因为今天的世界 一个是离不开中国 第二个中国也需要整个世界 才才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今天的努力 以及我们今天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让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价值 三宝还原着传统原生态的陶瓷生产场景 干达磊筑成的土院墙 清澈见底的小溪 院中处处是多年劳作的痕迹 瓷碗 瓷片 许多扮演在泥里 我们现在人的这个经历和眼睛 弄得有点像老年人 什么意思呢 花了 这是二十年前 我们做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在地上捡起来的 明清两代五百年的瓷片 一条鱼啊 一片花草 这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 缺的是对细节的关注 陶瓷其实就像艺术中的音乐 你看在全世界 所有的文化和所有的民族的文化的起源 都和陶瓷有关 只是说早和往而已 欧洲人只不过说到了17世纪 才知道怎么做瓷器 在这之前 只不过他们还比较落后而已 陶瓷最大的优点是不需要翻译 也不需要解释 而且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人类的 对物质 对手艺 或者对艺术的一个完整的共识 这是陶瓷最大的意义 如果说今天中国要向世界去展示 去讲中国的文化艺术 我觉得陶瓷是应该第一位 景德镇自古是一座移民城市 来自四面八方的工匠 是古代的景飘 现如今 每年有超过5000名杨景飘 为手工致辞记忆来到景德镇 他们像候鸟一般 在每年圣诞节前夕回国 转年的春天返回景德镇 在金志正的渠道和工庄里面里面有多多艺术品业 我可以去讨论业和艺术品 这一个外国的运动经验的实验 这里在金志正在外国的工作室 我们在我们金志正专门成立了 金票金规服务局招财招制局 专门为锦票进行服务 我本人就直接联系了 日本的陶一家 著名陶一家安天蒙先生 他2011年就到我们锦德镇来 在这里定居 在这里自讨 我们觉得他为我们整个城市 增添了很多的光彩与活力 日本陶一家安天蒙和夫人Felicity 去年12月离开了锦德镇 本来只计划在英国待一个月 度过圣诞节 便返回锦德镇 但由于新冠疫情爆发 两个人现在还生活在英国 我还不能够制作的 我都没有制作的 全我的生活 我都没有制作的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人像我们的 而今天 我们制作的东西 都在中国 所以回到中国 是重要的 I love being in Jindagen I think for a ceramic artist it's heaven because everything is so convenient you can just walk down the street and find what you need if it's not in that street it's in the next next street I love that accessibility but it's also a very colourful energetic lively place with lots of young students and lots of fresh ideas so I really enjoy it and I enjoy the food and I have to say that's one aspect I'm missing is our routine walking to our studio in the morning and picking up our boutsu and soy milk and going to the studio and takashi making coffee and just having a leisurely breakfast planning the day there are rituals like that that don't happen in London and I'm beginning to feel I miss it very much 这是卡米 一位来自法国的陶瓷艺术家 2016年开始定居在景德镇 过年期间 卡米原本计划去广西旅游 疫情的爆发打破了所有的计划 法国的家人非常担心她的安全 建议她回国 但卡米还是选择留在中国 继续在景德镇生活 我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妈会为了我很疼心 然后突然一下就没讲给我讲讲话 早上往上去 讲讲给我讲讲话 后面我们这个疫情去 然后朋友也会给我联系 就是关心我 然后觉得我们发生什么事去 然后后面去 我们已经去开始 这个事情结束了 就我朋友给我联系 然后说好 现在是我们的世界 目前正值法国夏季假期结束 学生返校 员工返岗 法国成为欧洲新冠疫情复发 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疫情爆发以来 卡米常常会接到法国朋友的电话 向她询问一些 对于预防病毒的建议 相当于大家会觉得 敢了解一下我的选择 上午在中国 他们会觉得 中国很安全 然后就会有一张 可能更任何我的选择 我上午在这里的选择 卡米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曾在瑞士和阿姆斯特丹 学习陶瓷 卡米的中文这么流利 但是她从没专门去学校 学习过中文 她就是靠听当地人对话 一点点自学起中文 我自己从两天上了这个地方 我住在这里 也是在这里做工作室 当时就是三联花工程 我了解我的这个花 是开花的花 没了解我的是花水的花 是有误会的 这里有好多桂花树 但是他们开的时候很像 你看这种有这种的花 我倒是觉得肯定是开花的花 干嘛放那么多花 刚刚来的普通话都说不来 这个自动话都说不来 所以我们就 我老头子带她到后面 这里租这个房子起来 我们是缘分的 对我刚说学习阿姨的时候 一句话都不会说 估计嘛她没回 把过去的 我们都叫她一块来住住 跟我们家里人一起聚下 结果她要把我们两个人 作为中国的妈妈 爸爸 以后带我们来回房 现在的就是已经过去了 因为在国外现在已经比较严重 去补充社会的人 或是带一个车的师傅 去他们看一个外国人的时候 会有这样疼心 我是从国外来的 是很无奈很无语 我是本地人 卡米的作品原定计划 在今年四月和七月 参加香港和沈阳的艺术展览 因为疫情 展览取消 她获得更多进行创作的时间 创作之余 卡米喜欢在家喝中国茶 熏香和看书 她最喜欢的中文书 是《红楼梦》 她每一次就是 我最读的时间 会是聊娘在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开始 无聊了 就是看完了这个地方 我要去下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情的上是一个 我还没看完 很多人问 卡米做艺术 为什么不去北上广 她回答 她喜欢福良森林的味道 喜欢景德镇 春夏秋冬不同的色彩 喜欢小城市老百姓的朴素 手艺人的友好与随和 从泥土变成神话人物 从泥土变成飞禽走兽 卡米在景德镇 找到了自己的灵感 很多很多景德镇 过去没有过的一些 新的一些生产的一些手段 一些方法 一些技术 就被带进来了 更不要说观念 观念更是五花八门 过去景德镇的陶瓷 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今天 杨锦飘正在成为 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 和安田猛一样 许多外国艺术家 正盼望着回到景德镇 而这座城市 也在期待着他们的回归 景德镇在历史上 隶属于福良县 福良县山高陵密 日照充足 最适宜茶叶生长 是世界三大高香茶之一的 启门香核心产区 从唐代开始 就是中国主要的产茶区 白居易的琵琶行 就写到 商人重力清别离 前夜福良买茶去 可见福良茶叶的产量 与民气之大 这是天祥茶号的采茶歌 1915年 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 福良启红曾经荣获金奖 获奖的 正是这家老字号 每年天祥茶号的 第六代传人和总经理 要去看看这枚金牌 原来我们还是在四合院的时候 它是1989年 老爷子你看一下 谢谢 福良省当时是黄土高博 当然五多人在来的工作 是绝对辛苦的第一件 经济福建我们没有抓手 只有茶叶 他那个时候 录出了金牌以后 来的很多商家 政界都来找他 有人出他14万 有人出他8万 把它买走 我们整个福良县 那个时候万样户都没一个 我母亲在试的时候 这个金牌就转了 转了金牌以后呢 他也是89年过的 他也80岁 转完了金牌再过试 转完了金牌以后 他也放心的 他说这是我们家族的交贸 也是我们商里 是我们市里省里 也是中国 天祥茶号是江流芳先生 在清代道光年间成立的 至今约有150余年历史 2014年底 天祥茶号传承人江建宏 为传承祖业 回乡创业 组建福良县天祥茶号有限公司 然而付出经营却并不容易 受疫情和去年天气干旱影响 今年天祥茶号的茶叶产量 比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大家不敢出来搞生产 大家踩着的这个民工少了 我这个茶参全部靠民工来踩着 要爬山 所以虽然是叫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受了一些影响 这一块都是200年以上的树林 这个树就是我们的仙人 在几百年前就种下了 树有多高 它根有多深 它甚至这个茶叶 营养成分很丰富 它的味道更纯 更厚 汤色更艳 喝起来就有一种木质感 我们这个茶鲜叶采回家 你放在了屋子里面满屋的香味 天然的一种兰花香 像这样三百多年的古茶树 天祥茶号有超过两百亩 山路崎岖 茶农进山就会超过一个小时 相比于对茶叶产量的影响 疫情对茶叶销售的打击更为严重 疫情最严重时 天祥茶号的线下门店几乎无人问津 过去我们这个天祥茶号的茶 主要是走线下销售为主 没有走线上 因为我们这个茶 这个品质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 那么相对来讲 这个价格也是相对高点 在网上这个销售 给我们原来一个概念 就是网上的价格太低了 我们就想不通 它99块钱 它卖那么多茶 还送那么多池去 我觉得我没有竞争优势 所以原来我就一直没上 没启动这个店上 这是天祥茶号的第一次 线上直播销售茶叶 老字号如今要从头做起 尝试做线上销售 在吴鸿昌意料之外 这次直播销售成绩还不错 销售出了两万元的红茶 1914年下半年 天祥茶号所制红茶参加世博会后 欣喜之余 江知府写下做茶要诀 调锁细锦白毫露 黑河油润砸梗乌 香艳富裕蜜味美 汤色红艳带金箍 这是江知府总结的 天祥茶号所制起红茶的特点 而达到这样的效果 关键就在制茶的手艺 喝茶的人他有免疫力提高 对这个病可能概率低一点 所以茶是个神仙草 如何把这个神仙草做好 奉献给国人这是个大文章 福良功夫红茶是江西省的非议项目 作为第七代传承人 疫情期间 江建宏花了更多时间来带徒弟 利用网络平台向年轻人展示手工制茶记忆 复兴祖传的老手艺 如何做好茶叶生产 疫情也给吴鸿昌带来很多启示 我们搞生产 我们也在生 要想就清洁化生产 很重要 这个生产的环境 生产的空间 因为我们都是食品 到嘴里要吃的 不仅要对国人负责 也对自己负责 要做良心茶 要做好东西 严格把控的农产 把事情做好 把这个工匠精神做到位 因为我们是巴勒马金奖的得主 不能玷污我们祖上荣耀 自古福良县百姓摘业为名 华杵为纸 胚土为器 茶瓷互利 形成了一瓷二茶独特的经济格局 在古代陶瓷运输海外时 里面装的就是茶叶 瓷之所以能够很发达 和中国人有饮茶习惯有关系 因为我们从唐代开始 就要用月瑶的青瓷来喝茶 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 我们豆茶的时候 我们用福建的剑斩来豆茶 那么到后来我们就是用白瓷 到欧洲去以后 欧洲人本来没有喝茶的习惯 他们也不产茶 但是由于瓷器和茶叶的同时的到达 然后使得欧洲人有了饮茶的习惯 而且这种饮茶变成了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 比如说在上流社会 就是所谓的下午茶 早在唐代 福良县就成了全国茶叶加工和贸易中心 一度有福良涉洲万国来求的盛况 直到现在 每年福良依然会出口大量茶叶到海外 这里是昌南宇珍茶叶工厂 工人们正在加工一批 即将销往摩洛哥的绿茶 昌南宇珍茶叶厂是附近最大的茶叶加工厂 每年都会从老百姓手中收购茶叶 销往国内外 今年的收茶正赶上疫情爆发 人员不流通 茶叶也没人来买 这让总经理胡逸清心里突然没了底 老百姓他自己年年卖鲜业给我们的 他自己是没有加工能力的 而且茶叶长出来 他没有加工能力 如果我们不收下来的话 他的茶叶就会丢掉 就整个就浪费掉的 所以我们经过我们思考了 就这样我们就是讲 我们不管怎么样 就是讲我们还是要把老百姓手到的鲜业 全部把它收下来 决定要把老百姓的茶叶都收上来后 胡逸清又有了新烦恼 往年收购茶叶时 每天都会有几百个茶农排成长队来卖茶叶 如此之大的人流量 显然不利于防控疫情 一些领导下来了 他们就是该我们的企业 带个一千两千个口罩这些东西 在指导我们这一些 我们就设了一道门 就是每一个进来的茶笼 我们就给他量一量测一下温度 叫他们就是讲每天进行宣传 我们背了一些口罩 就是叫他们自己 就是带着口罩来卖茶 为了保证这个企业 能够安心的去开工 我们给全市的882家 这个硅上企业 就包括这个商贸业的工业的 由市里统一 这个给他们投了这种复工复权 为他们这个吃下定性碗 整个警察镇吧 是我们全省唯一的一个 这个全市 就是全覆盖 所有的硅上企业 都投了这个复工复权 提供的保护将近三千多万吧 为整个企业勤装上阵 应该是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胡义清原本是浙江人 因为家里穷 就来到江西赚钱打工 最早是跟人学徒谈棉花 2004年他以低价收购了两座茶山 创办了昌南雨珍茶叶公司 如今他旗下的茶园面积达6500多亩 辐射茶农2600多户 年产量可达到2000吨 茶叶销往俄罗斯 英国等国家 今年二月中下旬 原本也有三个集装箱的茶叶 要发往摩洛哥 因为这个疫情出来以后 我们就当时就是讲 因为工人就不能做事 那我们没有工人做事 我们心里非常着急那时候 因为三个集装箱 我们来讲也将近200万的销售 当时真的对方同意 就稍微缓了一下 不过总体来讲 我们今年还算好 三月底大概四月初的时候 戴着口罩已经有一部分周边的 是可以流通起来了 如今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昌南雨珍大部分的茶叶已经卖出 保持到去年同期的销售额 景德镇的复工率 复产率 和企业员工到岗率 都恢复到百分之百 从三月份开始 整个城市的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 景德镇 一座因此而新的城市 然而陶瓷工业生产 带来的历史封烟 曾让这座江南古镇尘封 近年来 168万昌江儿女 通过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 这座千年古镇得以脱胎换骨 浴火重生 今年面临新冠病毒的考验 景德镇全市共六例确诊病例 景德镇的浮粮线 自始至终是零病例 这得益于景德镇 优质的自然环境 我们的空气指数 一直优养率都达到99点起 这个长江的水位 也是一直都是二类水 所以对整个青山绿水 对整个的防御 应该有很好的基础 景德镇的徐湾村 是个以林业为主的农业村 一条蜿蜒六公里的小溪 贯通整个村子 疫情爆发后 正月初一 徐湾村里就封了村 进行疫情防控 村民要比较配合 这个意识比较强 所以讲防控要比较 措施要好 防控还得利 这就是这个疫情 这个产业发展生产 这一块没有耽误什么 村主任口中提到的产业 指的就是这片马家幼种植园 这是2018年徐湾村引进的产业扶贫项目 徐湾村是江西省省级贫困村 现有建党贫困户81人 一大早村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就赶来种植基地进行储草 马家幼适合当地气候土壤 果实可储存半年左右 经济价值高 和村主任聊天的是张廷远 张廷远年轻时是炮兵 退伍后打工做保安 在京华打工时老伴突发心梗 一场抢救 花去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成为了贫困户 家里四个女儿如今都在外地务工 因为疫情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 只有他在家照顾老伴 平时他也会去马家幼基地务农 除了心脏不好 老伴现在还有高血糖和高血压 耳朵也几乎完全听不到 张廷远曾去医院 想给老伴买一个助听器 但医生说 由于耳朵损伤严重 带助听器也不能帮助老人 恢复听力 我有时间我还给我老婆 打过一个耳罐呢 我说你听不见 我就在他耳朵里面说 轻轻地说对不对 他一个巴掌打过来 他说你说就说了 还到我耳朵里面那家 打耳朵讲什么都讲 我也不是听不到 我说你就是听不到 听得到的话 我就不会这样来跟你讲 你把我这个耳朵都打得 登公叫我去 我只有耳朵 在扶贫政策帮扶下 现在张廷远已经完成脱贫 靠着产业扶贫基地的分红 家里的房子也进行了翻新 有这样的退休的干部 有这样的好的灵台 我觉得是说不出来的好的滋味 帮了我很大的忙 被子 摇 床 什么七七八八东西都帮了很多 沙发 都帮了很多都给我搞来了 只要我说一声哪里缺上什么东西 他都能尽量地给我搞大 我就是这样来时我还得报答他 目前 景德镇今年最后还未脱贫的人口是3300多人 疫情之下为保障长期脱贫不反贫 景德镇主要是靠发展适合当地生态的产业进行扶贫 景德镇的脱贫工件的做法主要是长短结合 短的就是短期能脱得了 也就是通过一加五的模式来推进 一就是一个脱贫的工作措施 五就是在义务教育 在住房 在医疗 在安全用水 在基本保障的五个方面 我们进行全覆盖的去帮扶 长就是长期稳得住 主要是通过四个一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产业扶贫 这里是景德镇丽阳镇港南村 42岁的徐胜华是村里一名贫困户 年少从树上摔下来导致右手截肢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 徐胜华没有读过几年书 就早早去城市打工 但因为身体原因 在外打工 他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维持生计 就是那个第二个的时候 这个房子还没盖的时候 整天睡在床上 那个时候差不多这都不到 我90斤左右那个时候 刚开始第一年出去打工的时候 天天晚上都睡不着 我说孩子长大了怎么办 不可能天天跟我自己睡在一起吧 2018年 徐胜华申请5万元免息小额贷款 创办了一家气球印花厂 然而今年突发的疫情 却给厂子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他跟你讲以前老外都是在那灯点采购的 那个时候他就是不动了 他不买货了 人在那里不买货了不采购了 那你这货就买不出去 不是一天两天的 去找家 以后不行了不行就赶紧展 赶紧把它撤掉 这边要交房租 要长房 长房也是别的要交房租 那就赶紧把它赶紧关掉算了 做不下去 后来就是没有别的发展 移情对我们透明空间 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就业扶贫 以前我们很多 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贫户 我们给他安排了就业岗位 但是由于移情的影响 很多企业没有复工复产 当时的年初的时候 确确实实为我们的贫贫户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随着这个疫情的过去 和不断的发展 我们的企业复工复产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 在这一点点来讲 我们也有信心 完成今年的扶贫任务 关闭气球印花厂后 徐胜华用积蓄 承包土地五十亩 转投鱼虾养殖 他比原来开气球印花厂 是更加拼命 改造荒田 挖池塘 驾电缆 买设备 学养殖 徐胜华全都亲力亲为 然后这个徐庆华 他一直说 你是没看过他干活 他那个厨地 我们不是还种了菜吗 还种了藕吗 他厨地的时候 不比你两只手差 他还会厨地 什么都能干 真的不差 余塘现在已经出具规模 徐胜华雇了几位贫困户务工 他说今年想申请入党 为村里多做些事 去年5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 事隔三年再次视察讲习 在那次讲话中 总书记特意对景德镇 提出了发展定位 就是要建好景德镇 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器 打造对外交流新平台 这是总书记 对景德镇的发展定位 也是情化了一个发展蓝图 去年的11月份 李克强总理 也亲自视察了景德镇 也提出了 要把我们千年尺度 打造成国际尺度 具体来讲 就是要打造两地一中心 要成为文化传承的基地 要成为旅游的目的地 还要成为 世界陶瓷文化的交流交易中心 我们三年 也规划了150多个项目 由我们的凤凰国际会议中心的 文化项目策划 世界传承者大会 不负总书记的引言嘱托 也不负柯强总理的迎接期待 历史上的景德镇 曾经饱经洪灾 火灾 瘟疫等灾难的困扰 仅在民国17至27年的10年间 包括景德镇的浮量县境内 曾经连续三年发生疫灾 民国26年 雨水火灾后又爆发瘟疫 一年的人口就减少了5万之多 但是景德镇 千年摇火不息 一直继续着 降从八方来 契承天下走的新火相传 早在唐代 景德镇的陶瓷就通过 昌江远潇海外 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2015年 景德镇提出城市新定位 要复兴千年古镇 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 为文化传承 搭建更加开放的平台 祝愿这样的传承 永续不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出 力腾笑竹言开 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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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镇